试图要当龙虎武士了 没有胆怯 没有退休 龙虎武士都是热血男人 撕跳 就是一个龙虎武士和一匹马的故事 这种方向的故事 其实国产电影里没有吃猎过 拍戏这么多年 我也跟马有很多次合作 这次的特别就是 马跟我一起联系 这个就是你当年 你爸用命拼回来的 太难了 现场拍的时候真的是状况不断 老呗 哎呦 哎呦 你们给他一包 一包还 外红中秋了 看一下 这个就是当年你爸用命换回来 哎呦 你干什么 我们所有人就为这个马去服务 祖宗 演员 讨好他 对着 对着 关了 关了 关了关了关了 关了关了 关了关了 关了 好 抓到了 很难的 连手去打人 人还没打到 我现在自己受伤了 给他踩了三脚头 你没看见马丁 踢了五十脚 他咬我一口 他咬我一口 他咬我一口大了 他咬我 踩我 我就 他懂你了 他咬我一口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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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掩赤兔的这匹主演马是灰翼下来的一个冠军马 是我们在看了几百匹马之后最有龙马精神的气质的马 依然是赋予他最全面的保护 这都也是由专业的马术团队去照料 然后也去训练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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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诶 好好 爆破器 在画面里你感觉那个泡泡是离马很近 但其实那是离马很远 马上是骑了一个骑手之后是失效给它擦掉的 所以那个爆炸绝对安排 保护不只是身体方面的 也包括了精神方面的 大哥他要在马里面那边也有很大的动作 他为了让马放下心来 他会去跟马去沟通去交流 而且你都觉得马真的挺得动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天天跟蜘蛛在一起 把他当成家人一样来对待 拍电影我们最终也一定会要跟他告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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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哭了 我以为没事 我才能看你走过去 好 相信 我们在突然发现 你已经爱上他了 但是你不知道